我們如何成就近美好家園 這是我們的核心目標 去幫助社區 我們營商的過程中 如何令到他們都會得益 其實在HABN 很多人都覺得我們是一間Telecom的公司 我們經常都說我們是一間Talent的公司 我們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使命 就是如何將這個文化 我們叫做Talent First Culture 是可以真的在公司那裡做出來 我們可以給到一個好的環境 我們的同事他們去發揮 Workday這個System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工具 或者是我們的Partner 去幫我們令到這個文化 可以體現出來 在過去幾年 其實公司都增加了幾快 都收購了幾間不同的公司 在收購了不同公司之後 我們有不同的System 但因為我們沒有一個好的系統 去管理這些文化的時候 其實是令到我們好像有很大的落差 我們面臨了幾個問題 譬如我們有很多的Integration 其實我們現在是三個System 去合併了一個System 又或者其實我們很少一些 叫做Self-Service的功能 所以當我們去選一個System 我們很希望看兩件事 第一就是那個System 是否可以幫我們一起成長 第二就是怎樣把我們一些 很多很有用的資料 或者我們講我們最重要的資產 我們的Talent 可以幫我們公司做得更加好 Wordday是一個最新技術的產品 它裡面很多東西都是 自動的流量 在資料方面 就會減少一些人手的錯失 就會令到資料更加準確 價值或者優點就是 其實我們所有的人才都可以 隨時隨地上到Wordday 那就方便了很多 還有那個User Experience 都會好很多 可以建立到一些Dashboard 去讓他們去看回整個團隊的情況 我相信其實這些報告 我們會慢慢慢慢再繼續發展 令到我們所有同事 都可以很利用這個Wordday 去拿到一些資訊回來 因為我們很需要知道 我們同事有一些 譬如一些特別的優惠 或者每一個同事 他們有很特別的技術 幫我們製造了整個技術 就因為有這個Wordday的系統 幫我們去 專注了我們一些Talent的記錄 我們可以很容易找到一些 適合的同事去支持這個項目 尤其是我們的公司很dynamic 有不同的時候 可能因為Restructure底下 因為我們有新的公司加入 有新的Talent加入我們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以很快 掌握到這些資訊 從而真的可以確保 我們Lavage到我們同事的Talent 我想這個關係 不單止是一個系統 而是好像一個合作夥伴 希望透過一個人才關顧的系統 在長遠的 它可以給予一些資訊 它可以啟發到我們在工作上 其實你應該做些什麼 對於我們當時去選擇這個系統的時候 我想是一個很重要的元素